昨天我们有个同学 他的儿子在美国读书 学什么 学电影 他喜欢呢 喜欢这个行业 佛教不教呢 教 电影艺术 如果这个艺术的内容 里面是笑题中心 是善悟报应 这个好啊 这个对于学会 是正面的教学 功德无量 那在行菩萨的话 如果你配的这些片子 都是杀到阴望 都是引导人不正常的思想观念 那你早已 你教人学坏啊 这关系太大了 这个东西不是不好 电影是个中烈的 问题是内容 内容是正面的 是佛菩萨 内容是负面的 那就妖魔鬼怪 负面的 将来你到哪里去 你到地狱去 你害多少人啊 正面的说 将来你到极乐世界 你称佛去了 所以这个东西 不是个坏事情 我出学佛的时候 六十年前 我在台湾 台湾还没有采采点 黑白 那个时候 方老师就告诉我 指着电视说 这个工具 是好东西 如果用的 用错了 用在负面上 他会害 国家 害民族 害尽天下人 如果 用在 圣贤教育 用在佛法上 他可以救 无量众生 六十年前 老师提醒我 我们那个时候 对这个没有概念 不敢想 为什么 花钱那么多 我们哪有 哪有这种能力 所以老师 尽管讲了好几遍的时候 我们印象都没有 不敢想象 没有想到 六十年之后 我们也就用上了 不止就是 四十年之后 我们就用上了 我们用网络 有二十年了 用卫星呢 九年了 我们是 03年元旦 卫星传播 现在我们有六颗卫星 全世界都能收到 这个就是张家大师 这个就是张家大师 越是越多 你肯布施吗 那不肯布施就没办法了 越是越多 我们什么都不用 就要这些工具 这些工具 我们在这里讲解 全世界的人 在电视机面前 我们都能看到 都能够在一起学习 所以四 永远 没有是非任务 一切是 就看你用心 你用心善 四四都是好事 没有一样不是好事 你用心不善 没有一样是好事 用心从哪个地方分别呢 利他 绝对不要告自己 为什么不要告自己 根本没有自己